大家好老司机试车 我是胡正阳 今天给大家借来一台接地气的车型 启程D60 那在我们老司机APP的真实成交价系统里面 我看了一眼 已经积攒了460多条真实成交价的信息 所以它的销量还是不错的 另外市场的优惠情况确实也还可以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它的表现大概什么样 首先它的基本定位是一台入门级别的家用紧凑型三厢轿车 价位就是在10万块钱左右 前脸以及整个车身的外观设计都能看到原创度还是很高的 尤其主格衫以及大灯的线条能看得出来花了很多心思 但是有一点小遗憾就是 全系的远光近光都是鲁素的光源 其实我觉得如果最顶配车型 哪怕你能给到一个LED光源的选装机会 感觉也会好很多 车长4756轴距2700 这两项关键数据在同级别当中还是挺有优势的 等一下我们要进去看一看后排空间 是不是跟想象中的一样大 轮子的配置我看了一眼 205的宽度 17的轮圈 这两个数据OK 仔细一看 普利斯通泰然者 T005L 这块轮胎我查了一下市场价也是800多一条不便宜 前门把手能看到无钥匙进入的按键 如果后门也能加上的话就完美了 车尾这行字母是启程的英文名称 能看到尾灯用上了镀铬条和黑色描边的装饰 但是第一眼有一点点用力过猛的感觉 下面有倒车影像的视频探头 但是就没有雷达探头了 很多日系品牌都爱这么干 给你影像就不给你雷达 其实我觉得给上一个原厂的雷达还是挺好的 好 我们上车看一眼 前排能看出来他们是想抓这个年轻用户 平底的运动方向盘 还有变形的炮筒式仪表盘 中间整个操作面板是偏向于驾驶员一侧的 挡霸的造型也比较独特 但是上身下潜的配色以及整体的用料 还是给我一些清新的居家感觉 所以整个内饰的第一印象还是挺不错的 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 我们来看一看细节 这个方向盘手感尺寸什么的都还可以 但是它只支持上下调节 2018年了还是应该给一个四项调节的方向盘 以把盘中央这个夜晶显示屏尺寸不小 而且能显示很丰富的行车信息 点个赞 中间这个屏幕 我们这台车是次顶配的 是8英寸的屏 如果是顶配的话是10.4英寸 里面的功能非常丰富 导航是原厂的高德地图 我相信如果你开车的话应该会明白高德地图是比较好用的一款地图 其他的基于车载互联网延伸的一些功能 包括语音控制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 然后我上网查个天气啊 听个在线音乐都不在话下 所以符合当下的主流趋势 再往下这一片按键的设计 我觉得有一点太密了 所以美感上就没有那么强烈 配置层面 这台全系次顶配 能看到无要是进入 一键启动 胎压监测 定速巡航等等 应该说是一个勉强够用的状态 如果你放到同级别当中横向去比的话 可能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比如说它全系都是卤速灯 刚才说过了 全系都没有全景天窗 没有座椅加热 也没有四门一键升降的车窗控制 差不多就是中等的水平 空间层面 我的头部空间差不多有一拳多一点 这个不错 储物空间 门板上下两层 左手边 右手边 以及这个杯架前方 各有一个小的储物盒 两个杯架 然后就是常规的中央扶手 手包箱和眼镜盒了 拓展的电源 这里有一个USB 这个中央扶手箱里面 有一个12V的点烟器电源 还有个细节要提一嘴 就是它这个遮阳板的面积非常大 这个东西在夏天还是非常好用的 好 前排差不多就这个情况 我们再去后排看一看 后排往这一坐 明显的感觉 它比前面的座椅要高很多 相应的头部空间 就会觉得有一点压抑 差不多两三指的样子 但是腿部空间非常棒 我的身材能有两拳多 接近三拳了 所以说 刚才在外观部分讲解的 很长的车长 以及很长的轴距 还是有用的 储物空间 门板上下两层 这边中央扶手箱很软 还配了两个杯架 配置层面 只能看到一个后排的空调出风口 至于拓展电源接口什么的就没有了 地板中央还有一个鼓包 这个就不应该了 因为你是个前驱车 整体后排 我觉得大概可以打到70分左右 后备箱的容积有525升 在同级别当中还是有明显的领先优势的 但是问题也有两个 第一个是拓展功能比较少 电源 接口这些都是没有的 而且它的后排座椅靠背 不能放倒 所以拓展能力受限 HR16的1.6升自然气气发动机 匹配CVT变速箱 如果你打开发动机仓盖 还能看到里面写了 Nissan的标 非常的耿直 126马力 154牛米 这套动力总程 其实大家很熟悉了 早年间在轩逸 其他这些车型上都用过 可以说是经过了长期的市场验证 所以我们只要抓住两个重点就可以了 一个是平顺 一个是省油 平顺性确实是这样的 无可否认CVT变速箱 在物理结构上就先天的优势 所以不管你怎么开 你几乎都感觉不到顿挫 尤其是我们经常上班下班 这个高峰的路上 它是感觉不到任何顿挫的 这点非常好 那至于省油的部分 D60其实已经上市很长时间了 网上也能查到很多 这个真实车主提供的信息 那CVT的版本 差不多就是百公里 6个多油 5到7个 如果按照现在的油价去计算的话 应该就是 每公里 不到5毛钱的燃油成本 所以这个经济性还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 自然吸气发动机和CVT变速箱 这一对组合 对于家用车过日子来说 真的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但是呢 它的调教我觉得也不至于让你觉得 哎 传统印象里那种很沉闷 很肉了吧唧的感觉 这个车其实调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快的 像今天我们车里做了三个成年男性 还有一些摄影器材什么的 你开起来也会觉得很轻松 没有那种特别吃力 除非你去跟人1比1的那种去竞赛的感觉 日常开的话 很轻松就上到60 80 100甚至120了 所以它开起来给我的整体的感觉还是很轻松的 至于其他的细节呢 比如说驾驶乐趣一般般 隔音降噪一般般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它的价位定位是很明显 但是有一点不太好理解 就是它的悬架调的比较硬 尤其是后排乘客遇到颠簸路面 或者减速带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既然你作为一个家用车过日子的车 不妨各方面都完完全全往舒适化去调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中期改款的时候 这个悬架我建议可以再调的舒服一些 那经过一整天的试驾 我的感受啊 启程D60它最核心的竞争力 其实还是来自于机械部分 尤其指它的动力总成 那这套动力总成之前在其他的车型上 已经经过长期的验证了 稳定性平顺性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所以非常适合那些买一辆车回家过日子的朋友 如果你要买的话 我建议的版本是1.6升CVT智联豪华版 它的官方售价是98,800 那具体实际优惠是多少呢 你一定要下载老司机APP 直接点真实成交价格 就能看到实际情况了 这些价格都是我们的线下团队 一对一的跟真实车主问来的 所以非常的靠谱 跟我一样靠谱 好了 今天的试车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是胡正阳 下次再见 拜拜 外观基本沿用了长安瑞程CC的设计 其实还挺好看的 前脸的进气格山向里收 有一点点雷克萨斯的车型的感觉 我们下车的设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